咱们是柏拉图示的安静 我们两个最亲密的就是 这是我的痴心妄想 结果变成了我实现梦想 哈喽优酷的朋友们大家好 请用彩虹屁的方式介绍对方 就我身边的这位 就是一个香菜精 她叫胡衰 然后她特别的可爱在剧中 但实际上她是一个 怪女人 吹歪了 到时候看就知道了 我身边的这位是神祖二皇子 大家显而易见 就是一位非常帅气的大帅哥 低调低调 就是他有着到天地的梦想 这是我的痴心妄想 结果变成了我实现梦想 两位在剧中的关系是怎样的 我们的关系 我们的关系其实就是 我特别主动 然后她特别的矜持 谢谢你用了矜持这个词 她特别的矜持 她心中还有自己未完成的 大业 她就是事业心女强人 我事业心太强了 不会为这种小情小爱 所牵绊 我就是顾忌着这个身份的差异 对 因为她身上背负了很多 所以你不是不喜欢她吗 我不是不喜欢她 我只是不想伤害她 你们在剧中最亲密的举动是什么 我们好像没有特别亲密的 我们两个最亲密的就是披披风 对 就是给她披个披风 连手都没牵着 我们俩是比较特别尊重彼此的 感受的 咱们是柏拉图式的爱情 柏拉图式的爱情 只追求心灵沟通 和理性的精神上的纯洁爱情 因为我们俩就是跟剧中其他几位的感情线 可能不太一样 太尊重彼此了 或者太在乎对方感受了 反而好像没有那么的 对 我们俩其实最后还是比较可惜的 咱俩的戏好像都是那种对尸 走内心 对 就是 清文君不要了 清文君别过来 清文君怎么样 我知道了 不要再靠近了 这个戏里边 清衡看的最多的就是胡遂的背影 对 我就是看着她背影 然后内心我也 嘖嘖嘖嘖嘖嘖 哇 听起来是个凄美的爱情 我觉得啊 可不咋的 哎呀 虐死她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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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